男子跌落山坡 就让人员拉起绳索往下移动 要赶紧把人给救上来 好不容易把人给救上来 但接下来要拉上阶梯 又是一大问题 直接男子表情痛苦 频频喊痛 但人抬上担架 确定自己安全无余之后 男子开始关心起庙里的钱财 但就是对衰落山坡的原因 闭口不谈 受伤男子就是从宜兰这间公庙 后方违建加盖铁皮屋 地板这个洞口摔下去 他疑似想站在这个洞口上厕所 没有想到地板锈石的小洞 撑不住他的重量 整个人摔了下去 跌落十几公尺深山坡 幸好男子只有受到轻伤 没有大碍 原来他自己是寺庙的庙宫 自认为熟门熟路的他 却没有想到铁皮为剑夹干的地板 腐蚀的比想象严重 贪图方便的结果 自己却也差一点 摔掉一条命 记者林一生 廖宇志 亦然报道